我爸妈都是理科的 他们都是老师 一个是数学 一个是物理 所以他们对 所以他们完全不理解 做音乐 然后做freelancer 这个概念 所以他们当初是完全 反对说 我想要退出高中 退出初级学院 想要去Lassau念书 然后我后来还是 硬硬要去 那我就去了 他们也当时不赞同 说我出国念书 直到我在Lassau待了两年 Lassau的老师说服了我爸 然后要去国外念书 也是要等到国外的大学 有给我奖学金 他们才觉得 OK,maybe你有点天分 可是就算念完了 然后回来新加坡工作 他们也是觉得 问题还是很多 因为一开始的收入 不是很可观 可是后来收入渐渐 变健康一点 然后他们有看到 我可以自己解决我的 电话费 水电费 自己脚房住 自己买房 自己买车 他们就开始没话讲 MING PAO CANADA